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本部分包括6个内容 1.IP电话概述 2.IP电话所需要的几种应用协议 3.实时运输协议 RTP 4.实时运输控制协议 RTCP 5.H.323 6.绘画发起协议 SIP 今天我们学习H.323 现在的IP电话有两套限定标准 一套是ITO定义的H.323协议 另一套是IETF提出的绘画发起协议 SIP 我们先介绍H.323协议 H.323是ITO于1996年制定的建议书 1998年的第二版本改用的名称是 基于分组的多媒体通信系统 基于分组的网络包括互联网 局域网 企业网 成语网和广义网等等 H.323是互联网的端系统之间 进行实时声音和视频会议的标准 H.323不是一个单独的协议 而是一组协议 它包括系统和构建描述 呼叫模型的描述 呼叫吸引过程 控制报文 复用 语音 编辑码器 视频编辑码器 以及数据协议等等 但它不保证服务质量 H.323标准包括四种构建 使用这些构建联网 就可以进行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多媒体通信 第一个构建就是H.323中端 它可以是一个PC 也可以是运行H.323程序的单个设备 第二个构建是网关 用于连接两个不同的网络 使H.323网络可以和非H.323网络进行通信 当然H.323中端之间的通信 就不需要使用网关了 第三个构建称为叫网闸 是整个H.323网络的大脑 所有的呼叫都要经过网闸 网闸提供地址转换授权 带宽管理和计费等功能 网闸还可以帮助H.323中端 找到距离公共电话网上 背教用户最近的一个网关 第四个构建称为叫多点控制单元MCU 它支持三个或更多的H.323中端的音频或视频会议 MCU会管理会议资源 确定使用的音频或视频的编辑码器 这张图给出了R.323的体系结构 可以看出R.323是一个协议族 它可以使用不同的密组协议 R.323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一是音频编辑码器 R.323要求至少要支持G.711这个标准 建议支持如G.722 G.723 G.728 和G.729等等 视频编辑码器 R.323要求必须支持H.261标准 大概是176乘144的项目 再有就是H.25.0登记信令 即登记接纳状态 简称为RAS R.323的终端和网闸 使用RAS来完成登记 接纳控制和带宽转换等功能 再有一个是R.225.0呼叫信令 用来在两个R.323端点之间建立连接的 再有R.225控制信令 用来交换端到端的控制报纹 以便管理R.323端点的运行 再下一个是T.120数据传送协议 该协议是与呼叫相关联的数据交换协议 用户在参加视频音频会议的时候 可以和其他与会用户共享屏幕上的白板 由于使用TCP协议 因此能够保证数据传送正确 但在传送音频视频文件时 使用的是UDP 因此不能保证服务质量 再有就是实时运输协议RTP 和实时运输控制协议RTCP R.323的出发点是 以已有的电路交换电话网为基础 增加了IP电话的功能 即远距离传送采用是IP网络 所以R.323的信令 也沿用了原有电话网的信令模式 因此与原有电话网的连接 是比较容易的 又继续